待遇优渥 福利完善 新颖文化 都是外商受欢迎的原因 外商公司的步调是非常快的 然后体力越来越差的同时 就会跟不上公司的脚步 在外商公司我们一定要有英文 还有专业知识 以及不断学习其他部门的技能 学习专业 吸收国际新知 维持竞争优势 也是在外商工作的关键所在 放下一切就有的思维去重新面对它 那我如何帮助他们对销售能力的成长 对他们业绩的提升 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 补人白受赏事被挖脚 扭转人生 意外开启职场新领域 节目中我们就要跟你分享 中年如何在外商保有竞争力 集所地每周一百间十点 人到中年